想象一下,如果你意外跌入一个装满核废料的水池,你可能会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变成某种怪物。 但实际上,核废料的真相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要频繁。 核废料,指的是在核燃料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,已经使用过且不再需要的放射性物质。 提到核废料池,许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它是一个装满核燃料液体的池塘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,它其实是一个深达数十米,底部存放着核废料棒的大型水池。 在核电站中,核燃料通常由氧化油的微小颗粒构成,这些颗粒被封装在金属管中形成核燃料棒。 这些燃料棒在核反应堆中工作,提供能量时,其温度可高达2800摄氏度。 经过三到六年的使用,这些燃料棒将变得不再有效,但它们仍旧会释放出大量的有害辐射, 持续时间长达一万年,并且会不断加热。 因此,这些使用过的燃料棒被取出后,需要浸泡在大量的水中进行冷却, 以防核废料棒外壳融化造成和泄漏。 核废料棒被安置在水深十几米的膨胀水池底部, 水不仅起到降温作用,还能有效阻挡辐射。 即使你站在水池边缘,也不会受到辐射的伤害。 如果不慎落入水中,你首先感到的将是一种温暖, 因为水温约为30度左右,这是源于核废料不断释放的热量。 池水会定期更换,以避免温度持续上升。 当水温达到预定值时,这些热水会被送入热交换器冷却后再回到核废料池中。 那么,巨大的核辐射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吗? 答案是否定的。 水中的氢气能吸收和反射核辐射,每增加7厘米水深,辐射便减半。 因此,当核废料棒放在十几米深的水池底时, 到达水面上的辐射极其微弱,甚至比电脑和手机的辐射还要小。 只要不直接触碰核废料棒,即便在水池中游泳也相对安全。 那为什么人们可以在核废料池中安然无恙地游泳,而日本的核废水却被认为极为危险呢? 关键在于,核废料被密封在金属管中并存放在深达十几米的水池里, 这层水有效地防止了核废料对人体的伤害。 只要不过分接近核然料棒,即使是在核废料池周围工作, 或者不慎落入水中也不会造成大的问题。 核废水的威胁远远超出了核然料池,来源于反应堆冷却剂, 事故后注入的冷却水以及地下水和雨水的混合。 2011年3月11日,日本东北沿海遭受巨大地震及海啸袭击, 辅导第一核电站随之发生核泄漏,由于核然料过热导致原子炉融毁。 核电站利用冷却水吸收反应堆产热,以防过热爆炸。 在没有泄漏时,冷却水与核然料之间有多重防护,保证辐射在安全范围内。 但一旦发生泄漏,冷却水将直接接触致命辐射物, 导致核废水的放射性远超核然料池。 核废水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质,这些物质能够杀死细胞或引发变异, 可能导致癌变或基因突变,造成细胞死亡和DNA损害。 日本计划将这些核废水排入大海, 这一行为的潜在危害引发全球关注。 2021年4月13日, 日本宣布打算于2023年春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, 预计排放量达130万吨, 此消息引起全球范围的强烈反响。 尽管日本宣称将通过特殊设备过滤掉62种放射性物质, 但仍有放射性物质残留。 2020年3月的研究发现, 70%的处理过的核废水不符合排放标准, 仍含有碳14等危险同位素。 这些同位素亦被海洋生物吸收, 对人类食用后的DNA造成损害, 且长期降解时间可能对未来代际产生影响。 尽管需要二次处理, 人们质疑日本是否愿意投入必要的努力。 一旦核废水排入海洋, 不仅会污染福岛附近海域, 也可能对全球海洋生态系统造成长远影响。 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所的最新发现, 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前景, 福岛沿岸的海洋流速惊人, 导致一旦污染物质进入海洋, 它们将在短短57天内迅速扩散至太平洋的广泛区域。 这项研究预测,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, 这些污染物将波及到美国和加拿大的海域, 而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, 全球的海洋生态都将面临严重危险。 专家们进一步估计, 核废水将在140天之后影响到我国的南海和东海, 并可能在两年之内, 使我国大部分沿海区域遭受污染。 福岛河事故的长期影响已经开始显现, 当地青少年患上甲状腺癌的风险急剧增加, 增长了数百倍。 而且, 在福岛及其周边线份的村落中, 已经发现了九种变异的章鱼, 这些变异生物的出现预示着潜在的生态灾难。 如果福岛的核废水真的被排放到大海中, 我们可能会在世界各地见证类似的环境和生态后果。 这一切都强调了福岛河事故, 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深远影响, 以及它可能对临近乃至全球海域带来的不利影响。